喂 你好 你好 陆台长 你好 你好 陆台长 很久我们就给你通到电话了 很难打这个电话 是啊 是啊 嗯 好 我有个问题 刚才就是谈到小房子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 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我男朋友也开始念经了 因为他过去只是说心中有信 但是没有好好地念 那么他现在呢 腿上开始有点疼 风湿吧 过去小时候的怀关节扭伤以后了 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呢 也开始疼了 那我说 既然这样 天天老师听台长开始 自己又不念经 对吧 那么他开始念经 但是呢 我就现在给他一块念小房子 就写上 我就说叫他自己写上 然后呢 烧的时候也叫他自己烧 那么一些大经 因为他念的比较慢 那么我就念了大贝度或者心经 一些小经 叫他一块念 那我们两个人念一张小房子 有没有效果啊 你们两个人念小房子 两个人名字都要写上去 哦 要写两个人的名字 对啊 你比方说一家小房子里面 你念的大贝度 他念的心经 对不对啊 对 那么你们两个人就要写 你的名字 他的名字 净正就可以了 哦 要在这个 前面我们上了两张词 写他的名字 那不行的 那效果不一样的 没用的 哦 没用的 那又是白念了 嗯 应该他念的这些经文有用 而你念的这些经文 他就收不到 哦 这样子 嗯 那以后念的时候就要改过来 就是说 前面都要写两个人的名字 我是说他的药金者啊 哦 你说药金者是吧 哦 收的人是吧 对 我是说他比如说他像欧某某的药金者嘛 哦 那就没关系了 那就没问题了 哦